除了文献之外,对古文物的研究是我们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,因为真实存在的物品,总比枯燥的文字更加具有说服力,建国之前我国饱受战争的袭扰,期间有许多墓葬没有来得及发掘,就已经遭到了破坏,很多都被战火破坏或非法挖到,所以专家等进行多次抢救性发掘。 这便使得古代许多墓葬在建国初期重建天日,在1951年的时候,一处嫔妃墓葬群被进行了整理和挖掘,令人震惊的是,墓中不仅有大量的陪葬品,还有一种密封在瓶中保存了数千年的液体。 它被称为粪水金枝,乃是嫔妃的宝贝,合葬墓是古代十分常见的一种埋葬方式,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君臣合葬墓,后来的唐朝也曾有夫妻合葬墓被发现,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,除了活人殉葬制度下对皇帝进行陪葬的特殊情况之外,合葬墓几乎没有太大的规模,但在1951年,考古专家再次发现了一个墓葬, 从规模上看,这是一个明朝皇室的合葬墓,里面所埋葬的均为明朝万历年间的皇室嫔妃,足足有七人之多,众所周知,我国君主专制最为强化的时刻就是明清两个阶段。 森严的等级制度就是典型的体现,皇帝身边的女人根据出身,背景,是否宠幸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,皇后作为国母乃是后宫中地位最高的, 同时是唯一死后能与皇帝合葬的女性,其余嫔妃死后,便会根据其生前是否受宠,来确定是否拥有单独的墓葬。 所以,此次出土的七嫔妃合葬墓,应该是一次同等级女性的集体埋葬, 她们生前在皇宫中平起平坐,可能有一定地位,但不是很高,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墓, 但一定会有许多陪葬品,但这次考古专家们的确失算了。 因为这次开采工作让他们十分被动,在发现的时候,墓葬群已经遭到破坏, 专家从破坏痕迹上来分析,这里已经被专业的盗墓贼光顾, 七位嫔妃的墓室已经有四个满目疮痍, 所以,专家对仅存的三个墓室十分重视, 小新开发之后也在其中发现了大量陪葬品, 他们都将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。 根据明朝时期墓葬的规格和要求, 剩余三所墓室中所发现的都是一些铜镜、发散、百剑等一些带有明显女性特点的陪葬品, 但在棺果之中,专家却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。 在墓主人身边放着一个小瓶子, 里面似乎还装着东西, 根据专家分析能放在墓主身边的陪葬品, 要么非常珍贵,要么对它有非凡的意义。 所以这个小瓶子成了专家们研究的重点, 在简单的坚定之后发现。 这个瓶子乃是黄金制作而成的, 这在古代是难得的贵金属, 只有皇族才能使用, 即便到了明清时期, 也只有名流商谷, 黄金国期有资格使用, 而它稳定的性质, 则是为了密封保留其中的液体。 考古学家们经过对古文献的查阅和认定之后得出结论, 这个黄金容器中所装的乃是粪水金枝。 粪水金枝虽然是传说之中的圣品药物, 但和防腐却没有多少关系。 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一种神秘的美容药物, 毕竟古代后宫女子为了争得皇帝的宠爱, 没少研究各种保持容颜的药物。 虽然粪水金枝是在贫妃墓葬之中出土的, 但是和美容养颜也没有什么关系, 准确来说粪水金枝是一种解毒药物, 而且制作粪水金枝的主要成分就是人类的粪变, 在很多古代典籍之中, 粪水金枝也被称为黄龙汤、 仁中黄、粪青、礼界、曲礼之中就有关于此物的记载, 繁粪为金、其叶约血、繁水为权, 其叶者未知之, 意思就是说, 粪水是从粪变之中提炼而来的, 它可以解毒粮血、 消斗取疮, 是古代金贵之药材, 所以把它作为珍贵的财产, 放在随葬物品之中, 其实并不奇怪。 粪水金枝原合成为嫔妃之宝, 金枝虽然在古代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 但毕竟是粪变的提取物, 怎么会成为嫔妃之宝呢? 它从粪变之中提取,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奇臭难闻的, 为什么会成为随葬品之中的贴身之物呢? 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? 其实也不难回答, 粪水金枝虽然是从粪变之中提取的, 但它的提取工艺十分繁琐, 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失败, 用来提取粪水金枝所使用的粪变的收集也是有讲究的, 在在冬至前后一个月左右收集总角之年的南海的粪变。 是的, 不仅有童子尿, 童子的粪变也是可以入药的, 古代中医学者认为, 冬至的时候是人体健康最佳的时期, 这个时候的人体粪变最不易腐坏, 是制作金枝的最佳原材料, 将收集的粪变倒入五桶井水或者泉水之中, 搅拌均匀, 然后进行过滤, 首先用竹筛过滤粪粪变之中大的杂质, 然后用纱布过滤剩余液体之中其他的杂质, 过滤好之后, 加入干草水, 封存在瓦罐之中, 盖上赤土, 再用加了盐的黄土加封, 埋入土中, 土身一般会超过两米, 一般情况下, 粪水要在地底封存二三十年才能成为精致, 但并不是每一次制作都是成功的, 制作过程之中, 任何一点细节掌控不到位都很有可能导致失败, 在地底封存三十年之后打开, 如果瓦罐之中的液体清澈无味, 就会得到传说之中的剩品药品精致, 如果有异味或者液体浑浊, 那么这三十年的等待将会宣告失败, 粪水金枝制作工艺复杂, 耗时长, 失败率极高, 但是药用效果却非常好, 有时候只需要一滴, 就能缓解疼痛, 清热解毒, 退烧粮血, 去盘消斗, 因此粪水金枝在医疗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, 确实算得上是灵丹妙药, 所以后宫嫔妃把它当作贴身的陪葬物品, 也就算不上奇怪了, 事实上, 古人的智慧深不可测, 更妙不可言, 但很多智慧产物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流传下来, 如春秋时期的木甲竹, 据说这门技艺可以将木头做成跟真人一样, 活灵活现的木甲灵人, 还有三国志中诸葛亮制作的木牛刘马, 至今也没人知道那是怎么制作而成的,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, 但他们的踪迹也只能在书中窥见一二, 这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无疑不是一种巨大的损失, 我们知道如今中医的地位是愈加低下了, 这自然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破坏, 我们不去多说, 古代金枝也是被广泛地进行运用在医学上的, 但是现代医学却基本上不会是去使用, 那是因为金枝并非是适合任何人的, 而是需要根据每个人的体制来进行决定如何治疗, 可是这就得考量这个中医的真实水准了, 如果实力不够的话, 那么到时候可能会起到反作用, 那么这个责任谁负, 再者现代医学认可了金枝的价值, 但是却同样也是表明了存在不少的副作用, 如果运用不好那自然是很危险, 为此得慎之又善了, 古人的智慧与现代社会紧密相连, 尽管时代背景和科技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但古人的智慧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, 他们不仅为现代社会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法, 还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新视角, 在古代, 人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和积累经验, 创造出了许多独特的文化、科技和艺术成果, 这些成果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下来, 成为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, 例如, 中国的古代文化、 印度的佛教文化、 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等等, 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, 古人的智慧和文明, 不仅体现在文化、科技和艺术方面, 还体现在社会制度、 道德伦理等方面, 例如,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、 道家思想等, 都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这些思想智慧的传承和发展,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,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, 更好地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。 在现代社会, 我们不仅要继承古人的智慧和文明, 还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发展。 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, 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。 我们要珍惜古人的智慧和文明, 同时也要不断地探索新的领域和可能性, 为人类的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, 传承古人的智慧, 也是对文明的一种尊重和延续。 在这个过程中, 我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, 还可以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, 正如一位名人所说,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。 只有铭记历史, 才能更好地前行, 在传承古人的智慧时, 我们还要注意去其糟粕。 去其精华, 对于那些不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内容, 我们要有选择性地加以摒弃, 对于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智慧, 我们要加以发扬光大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让古人的智慧在新时代,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